在四川成都的东山脚下 有一座客家人聚居的千年古镇 洛代镇 清朝初年 伴随着湖广田四川的移民大潮 许多客家人跋山涉水 来到这里建立起新的家园 到了清中期 外地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 传遍各地 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 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乌佐江 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 来到落代后 他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 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 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 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 酿酒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辛苦的行当 凌晨两点 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 乌佐江和师傅就要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 为了尽快掌握手艺 乌佐江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 要师傅的工人带别起床 他就率先起床 把这个工作准备工作做好 把疗伤伤好 比其他人起得早 比其他人睡得晚 因为勤快 上位出师的乌佐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 前途可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 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 没多久 酿酒师傅也离开了 那时的乌佐江 本可以甩手离开 另谋生路 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 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练自己的好机会 没有了师傅 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 为了酿出美酒 乌佐江一遍遍地试验着 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 白天到市面上回访老客户 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 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 正所谓一擒天下无难事 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 乌佐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 酒厂的生意也逐渐摆脱了战乱的影响 开始好转 第二年老板回来 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 而且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 没想到乌佐江却坚持不受 老掌柜深受感动 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 交由乌佐江经营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 将其成心有勤快 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所以就算越进越好 越进越身越火宝 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吴智不足以行远 吴琴则难以成事 靠着勤奋努力 乌佐江成为了落代首屈一指的富商 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执大夫 乌氏祖乌至今还悬挂着朝廷赐予的牌匾 足见当年的荣耀 今日的落代古镇 乌家老宅依旧静静助力 在岁月更迭中 波澜不惊地诉说着古镇的过往 也把励志勤业的精神 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 激励他们砥砺前行 这点有点传调 摇摇摇摇摇摇 集想